今天請到沈旭輝跟我們聊天非常適合 因為過去48小時美中外交關係,風起雲湧,病毒殺傷問題,香港國安法問題 中港官員到底怎樣遭到美國制裁問題 尚未有結論,突然爆出中國駐德薩斯州侯斯頓領事館 被美國壓令48小時內關閉所有外交人員撤離 然後被鄰居看到在前院焚燒 現在中方透過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說要嚴厲報復 到底關美國誰駐中國領事館?成都武漢? 據雲有個網上投票,很民主 網上的愛國網民二份填膺 他說動那些沒用的 不如選香港的美國總領事來開刀,刪掉它 好,這個問題引起一個很嚴重 以及我們以前沒有太多人知道的結論 原來特區政府在董建華時代2004年 已經將位於香港花園道的美國總領事館那幅地皮 就以驚人的4千多萬港幣的友情價、優惠價和廟階價 就出售給美國政府 這個要補充一點點,整個故事是很有趣的 各位香港的朋友應該是不枉此生的 在大時代那裡經歷 以及接下來那年應該都會相當精彩 那都真的要坐定 美國領事館的故事 其實前文後理應該是這樣的 在60年代的時候 港英跟美國簽約,租給美國 裏面有一個條款 美國是有權隨時他想的時候 就可以買起一筆地皮 當時的市價 他一直沒有行使這個權利 直到回歸之後才升起 不如買它吧 應該是1999年買的 當時董建華政府賣給他 4千多萬就 陶傑你住那裡都不值 1999年的價錢 你知道 我們雖然經歷那時是金融風暴 聽說1999年應該逼搖 剛剛新推出的價錢 跌到3、4千元 可能老董那時覺得 低存微存低 4千多萬就收到 於是就將土地 以4千多萬的價錢 賣給美國政府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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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應該 因為我在潛意識上 我覺得 這樣是極之難以自信 好了 現在整個土地 不是建築物 不只是建築物 是屬於美國 那你怎樣對這座建築物 1999年和土地施以報復 這個永久業權是有趣的 它是999年 這個年份是橫跨了所有重要日子 50年不變 所有東西 可以蒼開蒼田之後 這座地還是美國的 就是一千年 換言之 2047年 中國如果說 一國兩制結束 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包括發行糧票、報票 以及在香港建立人民公社大獲法 整條羅便神道堅島 以及旁邊的麥當勞道的住客 是驅趕去附近的一個人民食堂 這是社會主義制度 我舉例 實際上 理論上和技術上 花園道的這片土地 仍然是美國領土 它是業權 它買起了 買起了就是它 我講土地 定義上 不屬於它的主權 它就是有ownership 其實有這個先例 古巴那裏 有一塊美軍基地 叫關塔那摩基地 去到卡斯特羅 那麼反美 那時你玩到那麼囂張 導彈危機 它都不敢拿回這塊地 因為它上一手 租給美國也是榮舊的 現在美國都在用關塔那摩海軍基地 它是約籌的 現在問題就是 你說有業權 如果賣給 如果這幅地 賣給沈玉暉 999年 你就當然有1000年的業權 差不多 但賣給那個是美國政府 而且那裏是總領事館 總領事館在外交上 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不只是業權 不簡單 至少外交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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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外交豁免 是不是已經touch upon主權 以及在裏面 理論上到時有200個難民 湧進了這片美國領土 OK 然後它在後花園開始扎刑 美國佬給他們在那裏做個帳篷 然後宣布在花園道這小片美國領土上 他們可以去附近的小賣部買杯麵 OK 但是這樣 要用美金賣 不准用到時的港幣 以及在那片領土上實行美國法律 那你在外面那些解放軍 或者那七百多萬到時都是這麼多人 那你又吹什麼仗 根據斯洛登的說法 現在守住門口那些都是海軍陸戰隊 那些建議 你沒有住權 進去都要守這個 但有趣的地方 這個不是一般的領事館 胡錫進的說法 我不敢說無知 因為是你的朋友 不敢 或者有些是 沒有理由這樣說 這種建計 這種時機 因為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級別 是明顯高的 它是等同於大事級別 這是全世界本來有兩個 一個是香港 另一個是耶路撒冷 因為當時主權質比較敏感 後來那邊升一格 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大事館級別的總領事館 只有這一個 即是說 如果它在那邊刪了 德州 那邊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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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否還得起 那邊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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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級別 高於成都、武漢、上海 雖然也叫做總領事館 是嗎 而且他是歷史超悠久的,1843年就出現,和香港幾乎共存亡 他的級別是,這邊的總領事直接report to國務院,不是向大使匯報 其他武漢、廣州那些就向北京的大使匯報,所以這件事從來都是非常特別的 中方透過胡錫進警告隨時去移動花園道的香港美國領事館,是可能有一些極為淒厲的效果 他如果真的這樣做,這個真是互蝶效應不敢想像 第一,這個美國領事館本身其中的工作都是照顧這邊的美國商人 他們被人趕走,會不會帶走這群美商走呢?這個北京要想的 第二,剛才我們說過,他本身是一個大使館的級別 而根據外交原理,你是可以說對等地報復 現在是你主動不對等地報復,那你就預期美國也是不對等地有回應的 那你是否會斷交呢?半級半級的升 邏輯上你不停的話就會這樣 我相信中國當然不想 但你說胡錫的說話是代表他自己,還是幫人傳話呢? 當然不是代表自己,哪有自己的 尤其是外交的現在一定,我們上個禮拜都看到了 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就成立 是由中國外長王毅親自剪裁並支持 全世界包括美國很清晰都看到 每一步之前之後,其實都是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的體現 所以胡錫進本人是無法言權的 他一定是代表都不只是中國政府 更加高層黨國體現這種思想的每一句和每一點都是一個很鮮活的體現 剛才沈教育博士你很遠轉地說是無知 不敢這樣說,可以鬥得多好 不敢這樣說,我收回 我們當然不敢這樣說,你是高人,怎麼可以無知呢? 因為幸好今晚請到沈博士在這個高度分析 因為我怕一些香港基層政治居民明天趕快去包圍 又拉橫額什麼,一會情緒激動它上來,會不會爆發 類似大約1979年,美國駐伊朗德克蘭大使館那種不太開心的 你見到電視的畫面,德州燒文件 都很像那齣電影,在那裡燒文件 這個時代還會發生這些情節,都相當大時代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問的 對人們不禁要問,董先生那時為何用這麼便宜的價錢 是出賣了中華人民共產黨 而你在質疑國家領導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花園道的這一片價值連城的領土 那是否有為國家利益呢? 我不知道 我們都不敢這樣說 四千多萬,抵得難 現在值多少? 據報77億 起了多少倍? 短短二十年 我不會計算,廣告回來再說 陶傑、沈旭暉 全香港類似花園道美國領事館的土地地位 據我所知,另外還有一處 就是聖約翰教堂的座堂也是 所以那裡不能拆開 整片土地應該的主權 我不知,因為宗教比較敏感 未必是屬於特區政府 應該都是業權來的 但我們其實查不到的 很多這些,還有沒有多少分呢? 因為剛才你說的《九龍事館》 都是媒體兩三年前才爆出來的 本來都大家不知道 是啊 類似是殖民地時代的九龍城寨 當然它是華麗 和文明的九龍城寨 我想有些不同的 但都是麻煩的 你有所謂的 你有所謂的 你把所有人都趕走 然後留一所謂的 2047年之後就是了 2047年一國兩制結束 九百九十九年 好了,現在講回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BNO事件 中方終於訂立了一個反制 就是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人 不得進入中國大陸 哇,這招非常靈畏 因為有三百萬人 它是不承認BNO去旅遊證件 很久是旅遊證件 你不可以拿著BNO入境 但是我本身持有BNO 我用胡鄉證入境 沒有理由不准 如果這樣也不准 就很有趣 做不到的 但是不承認BNO去旅遊護照 就是不可以拿著入境 但這個世界上有什麼人 只有BNO 又沒有胡鄉證 又沒有其他護照 我想不到有多少 所以整個反制的措施 其實是純意 本來做些事就算了 但是在外交角度 又很有趣 如果特區政府要跟隨中央政策 而它一定要跟隨 即是特區政府也寫過聲明 林鄭說一定要全力配合中央政府的反制 換言之 特區政府也不承認BNO是旅遊證件 即是你拿著BNO護照 亦都不可以出入境香港 他現在中國說不承認旅遊證件 他說其實他應該是考慮旅遊證件 未正式confirm 他應該都是在buffer 但他說如果不承認旅遊證件 這件事其實是違反了 當時《中央流聲明》大家的共識 還有根據當時的理解就是 BNO護照過度去到特區護照 英國又承認特區護照 以及被面簽 這邊又承認BNO是旅遊證件 如果你單方面特區政府 就說我不再承認BNO了 連旅遊證件的身份都沒有了 邏輯上英國也可以說 我亦都不再承認特區護照 因為這是對等的 或者至少將特區護照 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看待 就像美國一樣 或者至少沒有面簽 這裡有一個技術問題 就是雖然有290萬人是BNO持有人 但你不能假設每一個290萬人 每一個已經同時拿了特區護照 裏面有若干比例的人 是死硬效忠前殖民地 在1997年到現在21年 仍然拿著BNO 就沒有拿過特區護照 這些人士出境香港 向來只靠身份證 我們個個都是 但是你一知道現在出境香港 在閘口你要出示有效機票和護照 在理論上來說 香港機場入境處的邊檢人員 是沒有資格去質疑你的護照 他只是看你那張機票和護照上面 照片的名字是否一樣 至於那張護照 那個護照是否有效 這個是航空公司地勤的職責 譬如說他發現你的護照 現在只剩下一個月 這個最後有效期 他可以不給登機證 因為根據國際航空條例 你去到那裏 你可能被英國或外國拒絕入境 然後罰航空公司 這個職責在航空公司地勤 就不是在赤立國國際機場門口的入境處官員 如果你加了這個條款 或者新的大陸規定 而特區政府要積極配合 就要那個站在閘口那個 一看見BNO 馬上吹雞 吹雞是予以 予以不可以拘捕 予以拘留請你入房仔 就不准你出境 你有BNO也可以有特區的身份證 如果你跟到現在的制度 你不需要給她看的 那你就會直接對證出去 現在是自動播的 現在是這樣 但如果你說中國 是說了不承認BNO為旅遊證件 而特區的林鄭要配合 就要給一個指令給機場入境處邊檢 即是站在入閘那裏 一見到BNO 有如發現一項毒品 那時候 雖然你去醫道拿新聞證 但他的程序 他看護照 那不行 即是你說他不承認去旅遊證件 即是當這份是廢紙 不是為禁品 即是你當毒品就是為禁品 但他現在不承認 即是當廢紙 所以出入境 那你就要用新聞證 其實反制不到 以西方邏輯就是 就是他看見那本書 跟發現一本 1992年黃玉狼版的龍虎門 是沒有分別 笑一聲 照樣給你入 但現在中國政府 有這樣的指令 說不承認 如果這樣 你林鄭 即是不配合 不承認 即是當他無盜 即是沒有說要逮捕 即是這個 不承認出境 會不會 因為現在已經有 因為已經有一位政協副主席 提出這樣的看法 這位政協副主席 是有份在國安處開幕的時候 和林鄭 一起開幕的時候 我們都是講西方邏輯 即是邏輯就是一種 或不准BNO的香港居民 取消他們的居民 即管沙盤推揚 你怎麼做到 全體有BNO的香港人 你不讓他出境 他們拿著身份證出境 為甚麼都查不到 那你家家戶戶都要搜 即是違禁品 那誰有BNO 拿出來 你做不到的 即是你見到很多外交辭匯 是要來打仗 bluffing 無所謂的 技術是做不到的 但剛才我們說的重點 外交原則是要對等的 如果特區政府不承認BNO 應該是絕對有缺 不承認特區護照 或者沒有面簽 這是大勢所趨的 慢慢 日本 歐盟 五萬元全部都會跟著 即是特區護照 慢慢等同中國護照 而BNO 人家會承認 即可能你拿著BNO去日本 可能是免簽 即是 你將新香港人 和舊香港人 徹底分開 唯有林鄭鑽無選擇 就在這裏倒塞漏洞 即是首持BNO 當是叛國 唯有是這樣的 一定是向這樣的方向發展 我看不到任何的邏輯理由 是相反的 你用邏輯來得特區政府 明明是高深的 所以我們都是說可操作性 看不到怎樣操作 替我們再討論一下 好 新聞回來再講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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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那些的 你可不可以 直接去這裏 你能夠不一定要